歡迎來到FIN2 我是阿芬 今天有看到標題的觀眾 一定就知道了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參與 BOKOMONGO的龍之洲活動 那首先當然就是要先謝謝 上一週努力解成就的各位訓練家們 有我們上一週的努力 這一週才有這個救急獎勵可以來參與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今天呢 我們當然也是希望看 是不是能夠用一天的時間 就來把這個龍之洲特殊調查任務解掉 那還有發問了每一次說希望能夠達成 卻把把都沒有完成的 右上角的精緻任務 看能不能今天就開湖 我看網路上好像很少人開到 異色的單手龍 這個就是我們龍之洲的任務 那它會有六階段的任務 強化寶可夢五次 投出NICE球 第三個是捕捉龍屬性的寶可夢 那麼現在呢 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龍屬性寶可夢 在野外跟孵蛋以及團體戰都會出沒 好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呢我們在野外遇到的呢 就是我們阿羅拉耶誕樹 因為它有龍屬性 那還有莫海馬 因為它在進化到最後一階的時候 有龍屬性 還有迷你龍啊 大鱷蟻 青棉鳥 也是進化上去的時候有龍屬性 寶貝龍跟圓露莎 那這一次我們新增的異色就是 單手龍 綠色的 我們右上角可以看到它的樣子 頭目其實我覺得也算是蠻優秀的 像這邊一星是不是 大家看一下 木手工 Mega蜥蜴王 大家還記得嗎 很帥耶 很帥 真的很帥 那五星當然不用說 黑龍回矮了 我們強化這怪力好了好不好 怪力其實實用了 強化個五次 好這樣子我們就解掉一個啦 那這邊有一顆還沒孵出來是23分的 好 我們的迷你龍 這次也是有機會點到粉紅色的 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而且野外也會看到 野外也會看到到哈克龍喔 Great球比Excellent球好桌 是嗎 我覺得應該是你丟不到Excellent才這麼說吧 是不是 官方給的體質都會有保證 這邊體質會比較好一點點 來看是不是 順便也來給我一個異色 我好像跟大家一起來抓寶可夢 運氣都會比較好一點點 來 藍色 藍色我只能安慰自己說 綠色快龍也沒很好看了 好像剛剛是不是有說到要來參與團體戰呢 這邊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來打一下好不好 雖然說並不是龍之洲裡面的龍寶可夢 但是這個長矛珠 算是冰系寶可夢非常優秀的 先前我們象牙珠社群日 小山珠社群日沒有參與到的玩家 這一次三星頭目大家就可以來注意一下 有這個長矛珠 來推我們其他龍系頭目 對啊 現在我們的 冰系的打手 他依然是我們前幾名 盡量也是來看能不能來抓到體質好 好 哇 我就說吧我就說 長矛珠 他待會兒就可以來陪我們打裂空座了 先進化他好了 來吧 好 哼哼 好我們得到一隻高IV值的象牙珠囉 這邊第二階段的任務獎勵是誰咧 綠色寶貝龍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沒有 完蛋 每一次放在今日目標的都是沒有 可是高IV值是有保證的 看一下你的IV是不是優秀優秀 完蛋 兩顆星 第三階段是我們團體戰獲勝一次 投出一次Excellent throw 然後要捕捉七隻龍屬性的寶可夢 迷龍 迷龍 咦 哈克龍 運氣很好 運氣很好 直接遇到大隻的 而且拼一下可不可以這一次Excellent 完蛋完蛋 咦 有有有有 他判定其實還蠻 蠻寬鬆的齁 這麼大圈也可以Excellent 哇 還是只能輪回糖果的份啊 沒有辦法 我看能不能就把我們這六階段的任務給他解 喔喔喔出了 出了大隻的 海刺龍 1808CP 咦 感覺是賺的喔 IV值應該就不用期待了 哇完蛋 跑了 完蛋 啊 15秒 5點應該 現在應該就多人了啦 應該就多人了 能夠來跟我一起打 好 就趁這個時候來補充一下 裂空座的攻略啦 雖然說之前分享過恩賜了喔 裂空座 對啊 其實很拉風喔 來 我們就 完完蛋完蛋 沒有劍 沒有劍 完蛋完蛋 忘了忘了 挖挖挖挖挖挖挖 等我啊 第二批人就難打了啊 喔喔喔喔 19個人 啊 第二批了 真的是沒辦法耶 首先 裂空座很單純的 龍系寶可夢 弱點是龍 妖精冰 以及岩石 天氣加成是大風喔 所以我們的 最佳裂空座打手 就是我們 達摩沸沸 注意一下喔 這是加勒形態的喔 不是火屬性的那一隻 冰衣布 象牙豬 剛剛有跟大家講過喔 象牙豬 馬牛拉 超夢 那這個超夢要帶冷凍光束 那還有一些優秀的團體戰打手 當然也是可以的 像是機動鳥 刺甲背 雷吉艾斯 跟地牙海獅 那大家注意到 這個地牙海獅 其實在我們的團體戰 現在也可以來抓的到喔 那如果你新手玩家 你如果沒有這些 這麼棒的寶可夢的話 也沒有關係 你盡量派上你等級比較高的 CP比較高的寶可夢 不要派上 蟲屬性 格鬥性 以及草屬性 會被對方克制的 那龍屬性的話呢 稍微有一點點 雙面刃的感覺 因為龍 是能夠克制龍 但你反過來也會被 對方給克制啦 就是稍微衡量一下 自己的等級是不是適合 來打這個頭目的 啊怎麼是三個人 怎麼三個人 喔 七個人七個人 我一個嚇死 嚇死啦 好像稍微有一點bug 有一個bug 進來的那個速度 稍微比較不一樣 我想說又被放鴿子了 嚇死我 八個人看這個速度 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時間 應該只耗費了 八分之一 但是對方的血量 已經被消耗了 三分之一喔 好 有觀眾說肯定是閃的 謝謝謝謝 分歐氣給我 我也想要按到閃的 提早按到閃的 我們就可以提早關台好不好 來吧 再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 他的資訊 給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我們的完美IV值 在沒有天氣加乘下 是2191 來吧來吧 我們這次團隊貢獻 可是最高的喔 我居然 籠子走 第一場的活動 就讓我開到了 我的運氣不錯欸 蘿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運氣來真的是擋也擋不住啊 真的是 真的好開心 雖然說他的IV值好像沒有到非常優秀 但是真的是對我也太好了吧 那應該剛剛有給大家看一下背包 我是半隻黑龍都沒有了 前面一兩次那活動都沒有抓到黑龍 異色列空座 這不就是來了嗎 一場就閃光 但是就是IV值二星而已啦 幫你開一扇窗 就是另外一扇窗會幫你關起來 如果真的是我這邊也好 這邊也好 這邊也好 大家應該也會生氣吧 上帝如果窗跟門都關了 代表他想開冷氣了 那也同時代表你運氣很不好 哈哈哈哈 我們究極獎勵 第三階段 看能不能拼個綠色的單手 哈哈哈哈 哇沒有 不過沒關係 一樣是可以來開我們的圖鑑吧 這沒意外我應該也是沒有了 這是路上遇到龍系寶可夢 真的是運氣很好的事情耶 不是天天都可以遇得到的 切訂閱 看一下看一下 欸 這是不是七分七分七分啊 雖然說很平均啊 但是都只有二星 來到了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打敗三個夠火箭隊的手下 投出三次的Excellent球 以及捕捉九隻不同的寶可夢 完蛋 我們這邊可能也是要再解一下下了 好我們就是這邊 來打我們的最後一場 剛剛已經在外面打贏兩場了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場 完蛋完蛋 我這個好像排錯了 而且一剛開始的那個血量就不夠了 一個碰到火箭隊太開心了 都沒有選我們的隊伍 傑克盧姆還不錯 對啊 體質算是還不錯 怎麼都是大嘴服啊 有有有 都是最後一隻了 我們兩個都是最後一隻 打手下最大的優勢就是 他不會放盾 你用大招放他他都會彈下 好龍vs龍喔 可是我有大招 你的大招我會用盾檔 所以應該是我贏 應該是我贏 對 第三場 第三場火箭隊手下 阿羅拉野彈術 阿野我們應該也是打得贏的 兩星的我一個人就可以了吧 單挑野彈術 其實野彈術野外也是有出的 我們剛剛在外面也是看到好幾隻 因為龍之舟嘛 我覺得比較少出的就是寶貝龍 那耶彈術跟迷你龍其實出蠻多的 更多的是當然就是大鱷椅跟青棉鳥 對那單手龍目前就只有任務有遇到過而已 欸 三星喔 可是攻擊力跟HP稍微偏低 今天我們究極解鎖的最後一個獎勵對不對 這邊是最後一個對不對 有異色的喔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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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是 我們解了一整天 一整天 啊 一整天 只能看將來的那個社群日了啦 相信一定還是會有社群日的啦 因為準神嘛 三星的 攻擊力是滿的 但防禦力稍微有點偏低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我們今天的總成績 剛剛最後一隻單手龍 那還有剛剛團體戰抓到了野彈術 然後還有野外遇到的復電拍拍 這個應該也是 好像是官方在第二階段送給我們的主持 欸 異色的獵空座 對那他稍微比較可惜是兩星而已 大鱷椅我覺得這個也是差強人意耶 這個要不要進化也是會很掙扎耶 所以說今天其實欸 這隻我覺得還不錯 今天活動剛開始不久之後就去挑戰的 應該是四星團體戰吧 欸這隻神魂熊也太誇張了吧 37CP值 然後你差一點就滿分了 龍之咒就進獎勵的解鎖POD 1 就在今天完美結束 也希望大家可以分到我的歐氣啦 今天最大大獎應該就是那隻黑龍啦 好 就是祝大家在龍之咒接下來的時間都可以 捕捉到高IV的準神 龍寶可夢 然後點到異色的 單手龍真的好難喔 單手龍就是你任務只會遇到兩隻 剩下只能夠拼孵蛋 孵蛋還有其他人會去分那個配率 那麼最後如果你還喜歡我們這種直播 一起解任務的流程的話 也幫我們在底下留下個喜歡 那也不要忘記 訂閱分享這張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晚安再見掰掰 掰掰 掰掰 掰掰